武术,舞蹈,内功,外功,那么多门 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合自己 现在社会上比较乱,就是武术界 这个划钱修腿,罗伯女士的舞蹈,驴家,健身,到底哪个对身体好 很多人花了不少钱,找不到适合自己的 哪个是真的,证明 全到丧商,高层的可能也有 这些,所有的这些,包括内功,外功,柔的肛文 它的本源只有一个,就源自于身体内气 它自动带动你的身体,这一种自发的运动 我们可以管的叫自发波,也叫灵动波 它就根据自己身体的这种自我当下的这种状态 已经配合外界的,比如说有音乐啊,你会游着它 就是自然,心潮澎湃,行动 那也分成两种,一种是自然而动,我们听好的音乐 如果听迷迷之音,听到就离它远去,支持它 可以跟随着这种音乐,来互动 还有一种,就是异动,异动就是音乐,你比如说放一个罪权 我这个感觉境界还不到,我动了异,我异在罪 就我现在认为我自己是罪的状态,我打出来的就是罪权 这边所有的这些,当你,我们前面讲过这个进攻 引发了身体的内在的气动,这种感觉找到了之后 它就会带着你,男舞,舞术,旅舞,舞蹈 而且跳出来是那种古代舞,自然的特别优美 我们现在管这种,也叫产舞 各种培训班,教你各种定势,什么跟姿势,武术的定价 这些东西,实际上已经不是真的了 如果你还要学,那就不是真的 还有交钱,在我这儿面对 因为他们每个人自我,这个才是最适合自己 所以,只需要记住几句心诀,口诀 其实我练的时候连这几句都没有 郭元甲说过一句话 我们看过电视 就是,无数的本源,本无宗无权 本无门无派 如果非要加一个名字 就叫他迷宗权 这个是他自己认为这个比较好听 包括这个一种比较形象 这个宗派已经离失了 其实他就是原因 这个 台湾叫 混这个叫松净自然功 也是几个要领 首先要放松,静 然后自然 自然而然 他就会各种的身体体验 手印 这些 我们下一节课再讲这个 先把这个要领说一下 就是 手静不少动 手气不守意 手无不守有 好,我们下一节课正式开始讲 当你学会了这些之后 就是身体自我疗愈激发 以后可以说 疗愈百病而不累 20个小时都不累